东营 古代中国如此称呼隔海相望的日本 在两国渊远流长的交往中 数不胜数的中国的文物流传到日本 其中不少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文物 在日本也被尊为国宝 直到今天 他们依然令人叹为欢职 然而 由于常年有据他乡 在这些文物的故乡中国 这些归宝至今却几乎显为人质 他们的绅士人是怎样一路走到今天 我们首次纵办日本 探访他们神秘的前世心胜 日本西部的岗山市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一幅奇特的中国画 画的名字叫老子图 画中的人物是中国古代的哲人 老子 这是画曾经的主人的收藏印 道友 道友就是十四世纪身居金格寺 掌握日本军政大权的幕府将军足利益满 从洛桓印看 创作这幅画的人叫穆锡 而这幅洛桓为穆锡的作品 曾经为十五世纪日本的政治强人 知田信常所有 除了穆锡这个名字 有的洛桓还同时富有数三二字 可见画家是出身四川的僧侣 画森穆锡的作品是几百年来 日本历史上的达官贵人们 正向竞购收藏的对象 穆锡的水墨画用纤细的写实技巧 将多变的光线和湿润的空气 表现得淋漓尽致 几百年来对日本画坛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中国 穆锡的名字却显为人知 穆锡所有的绘画 在中国大陆台湾均已实传 除了在日本 世上穆锡的作品无处可寻 穆锡の水墨画の父みたいな存在として 穆锡のことを強く意識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わけですね それが本家の中国では あまり知ら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のも 不思議な話なんです 日本にしかないですから これは致し方ないことな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这是为什么 为了寻找在中国市場的密集 我们在日本开始探索 東京的最中心地带 是日本天皇的著作 皇居 我们得到特别许可 驱车渡过护城河 穿过古老的城门 截梗门 进入了日本皇家的邻地 1868年以来 共有四代日本天皇居住在这里 皇居里的三枝丸上藏館 是收藏和保管皇家 代代相传的 珍奇异宝的美術館 1978年10月 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赠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 今天也保存在这个美術館里 而我们寻访的是这座美術館收藏的名画 《萝卜无经图》 尽管没有落款 一百多年来 一直作为墨西的作品 被皇家珍藏 关于这幅名画的来历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位于东京市区的国际文化会馆 明治时期 这里居住着 担任过外务大臣的景尚新 明治天皇曾多次走访 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功臣之家 这幅画记录的就是这样的情景 1887年4月的一天 天皇曾来到功臣景尚新的私宅 当时墙壁上挂着的 正是《萝卜无经服》 这是明朝皇帝 回赠日本幕府将军的礼物 所以是广为人知的名作 见天皇目不转睛 景尚新当即表示 愿将其中一服 敬献给天皇 可是不知哪个环节有 两幅画一道被带回了皇具 后来景尚新曾向天皇请求 归还其中一服 天皇却笑着说 既然都拿来了 那就都留下吧 从此 这对萝卜无经图 便成为了皇室永久的收藏品 十二世纪末 日本的武士贵族在联仓建立了幕府政权 与京都的天皇分庭抗礼 史称联仓时代 为了确立幕府的文化基础 历代将军都积极地接受了来自南宋的禅宗思想 幕府模仿南宋禅宗的习俗 在联仓兴建的大批寺院 大多至今保存完好 在幕府的鼓励和支持下 各大寺院与中国禅宗界密切交往 在双方三人的走动过程中 一些中国禅宗的书画作品被带到了日本 1282年兴建的元爵寺 这里不仅迎来了南宋高僧 而且还成为了接受大宋先进文化的传口 汉语是僧侣之间交流的公用语言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700年前的史料记录 这是当时登记元爵寺财产的目录 目录里记载的 是由僧人从中国带来的古玩书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穆熙的名字 这是关于穆熙的最早资料 而且还可以看到 现与将军家的技术 可见穆熙的作品早在13世纪末 就被往返于中日之间的禅僧 带到了日本 并且作为顶级的礼品 送到了穆府将军的手中 迄今为止 关于穆熙的信息少之又少 根据仅有的史料记载 穆熙使四传人生活在宋末原处 作为禅僧曾在杭州六通寺做过杂役 如今六通寺早已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宾馆 这幅画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 穆熙的重要线索 穆熙は老共の祖である老子の姿を理想化することなくありのままに描いています 例えば伸びた鼻毛ですとか爪 そして目の下にクマがあったり 頭がへこんでいたり耳が垂れていたり そういった年老いていくありのままの姿を 非常に精神性豊かに描いています 衣の線は顔の表情に対して非常に強い力強い線で描かれていますので 画面から緊張感が漂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これは木家が晩年老いていく自分の姿を投影して 木家の晩年の自画像ではないかという風に考える人もいます 这幅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一度下落不明 1989年重现世間 後為岡山縣立美術館所設購 木熙生活的時代是禅宗的鼎盛期 尤其在南宋政治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区 隣立著眾多的大小寺院 寺院里掌握繪画技巧的僧人在修行之余 繪制觀音 達摩以及祖師散聖的畫像 南宋画家的最森圖 畫的就是這個時期僧人作画的情景 隨著禅宗的繁榮 南宋寧波一代出現了璀璨的佛教繪畫作品 十六羅漢像 這套作品顯示了畫家閒熟的記憶 用筆小心謹慎 人物造型準確 色彩表現和諧自然 全套共十六幅畫作 現有十一幅存於日本 其餘五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曾收藏於柏林 不過現在已經下落難逊 在禅宗文化交流的過程中 大批佛教藝術品 自寧波杭州等地运往日本 穆熙的畫就是在這一時期 被來往的僧人寫往日本 穆熙作為僧人 她的作品體現了禅宗藝術的特點 同時又通過對自然和生命的描繪 表達了作為藝術家的內心世界 穆熙對日本的繪畫 尤其是禅畫影響巨大 甚至被稱為日本畫道的大恩人 然而穆熙作為中國畫家 在本國的評價卻很低 元代的繪畫專注畫建立 是這樣評價穆熙的 近視穆熙僧法常 做墨眉粗厄無骨法 公元十四世紀中葉問世的 《圖繪寶劍》是匯總前人 對繪畫歷史論述的專業書籍 作者夏文燕對穆熙研習了以前的評價 也稱之粗厄無骨法 以後圖繪寶劍一書廣為引用 長期影響了後人對穆熙的看法 為什麼會有如此天壤之別呢 中國における水獄画っていうのは 前奏が描いているだけじゃなくて 身分としては職業画家 工程直続の含印画家と言われるような 这是北宋徽宗的名作 1112年正月16日傍晚 皇宫在宣德楼上呼现祥云 二十只丹顶鹤偏偏落下 兴奋不已的宋徽宗 将眼前发生的奇迹 绘制成这幅画作 北宋末年 宫廷出现了众多绘画名家 宋徽宗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有人认为 这幅画中弹琴的道士 就是宋徽宗本人 画的右上方 宋徽宗用著名的兽晶体 提写着画名 听琴图 从北宋开始 在宫廷的倡导下 以诗书画三位一体为特征的文人画 广为流行 成为当时画坛的主流 曾在杭州建都的南宋朝廷 并成北宋的文化传统 力图重振中原文化 在皇帝的倡导下 北宋时代的画院在这里得以重建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职业画家 相传这是南宋画院的名家 马远的作品 他以水墨为表现基调 同时兼具涉色作品的风格 这幅画 与连仓时代传入日本 是日本的国宝 夏规也出自南宋宫廷画院 他与马远一同 被称作院体山水画的代表画家 画院派的作品 通过近景 中景和远景 赋予画面纵深感 风景轮廓 勾勒清晰 布局简洁 马远夏规 并称马夏 在中国传统画坛上 享有极高盛誉 堪称绘画史上的一座顶峰 马远夏规的作品 很早就传入日本 给十五世纪以后的日本水墨画 带去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找到了这些作品 在日本的最早记载 这是十五世纪中叶 穆府将军家的收藏目录 里面详细地记录了 二百七十九幅 中国绘画的标题和作者 令人吃惊的是 这里除了马远等人的作品之外 穆夕的作品 占了全部收藏品的 三分之一以上 这表明当时在日本 穆夕代表的禅宗绘画 于在国内育满画坛的 画院作品其名 中国って禅だけじゃなくて もうすごい もう考えられないぐらい いろんな有利用をした ものすごい技能を持った 画家がいたわけだから 穆夕はそのうちの 一人としか思われてなかった 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が あ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 それプラス やっぱり日本人の そのメンタリティーにも ピタッとくる絵だったとは思いますね やっぱりね こういうすごくデリケートな表現 というのは日本人は 好む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よね それに対して中国の人ってのは やっぱり 木桂なんかよりも だいぶ前の 北総時代のものすごく 壮大な山水画とか そういうものを やっぱり第一に評価する っていう そういう文化の違いは 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其实在現代中国画壇 有一位被木希的魅力 所吸引 并深受他影響的画家 国画大师 李苦禅 济南的李苦禅 紀念館里有如下介绍 李苦禅是 即宋代法常之后的 又一位 統領時代風範的大师 这位宋代法常 就是木希 李苦禅的儿子 李焉先生 在父亲的诞辰纪念日 李焉 与父亲的弟子一起 给王府献上鮮花 李焉首先向我们 讲述了父亲的 创作灵感的源泉 就他这个 这个禅宗画画 对于激发灵感 怎么能把自己灵感 用俗话的形式 保留下来 可以讲是起了巨大的 或者说是 决定性的作用 李焉本人 也是对禅宗画 以及木希 深有研究的学者 当时的皇家画院 那些代照啊 他们都是画工笔绘画 也就是说当时的 中国绘画的主流 是带有很浓厚的 装饰意味的 这个工笔仲裁 尤其是宋徽宗召集 自己就是大画家 是吧 所以宫廷画家 基本上全都是 这个仲裁 工笔仲裁 但是禅宗会画 他的产生 他不是为皇家画院服务 不是为了给皇上看 他就是在 参禅悟道的过程中间啊 他是一种表述方式 禅宗在中国 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 是吧 因为禅宗思想 不太适合于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 首先你比如说 他要求着 大家都是平等的 不分等级的 这样就没法和现实 对好肉做 是吧 还有一个呢 他说这个 对于任何经典 任何人都有解释的权利 这个要对于 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 意识形态 也不利 而在日本 禅宗受到了 统治集团的青睐 在这一背景下 风格清幽简洁 又充满禅机的木戏作品 越来越多的 被传入到日本 其中的这幅罗汉图 通过象星式构图 明暗的对比 逼真的描绘出 身处深山一角的罗汉 在光和大气的包围下 聚精会神的情态 传说 贤子和尚 是一年到头 穿着破衣烂衫 吃着虾和贤的蝉僧 虽然外表邋遢 但心地美好 它成为很多画作的主题 但是 在木西笔下 它笑得如此灿烂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 在日本的评价 高过本土的中国画家 还不仅仅是木西 在日本的评价 中光明媚的德青县 新市镇 清朝年间 有一位画家生长在这里 他就是被日本人称为 舶来画家第一的 沈全 据清朝史书记载 沈全 号南平 是清朝的宫廷画家 以其三一年十二月 沈全接受日本国王邀请 前往日本 沈全携弟子 在长崎居住了近两年 其间 他在作画的同时 向日本画家 传授了彩色写实花鸟画的技法 一大批日本画家 继承了沈全 公至精力 肤色浓艳的画风 并自成一派 成为日本绘画史上 独到的风景 在中国史料中 记载的日本国王 就是德川幕府的 第八代将军 德川吉宗 他库外沈全 涉色艳丽的风格 现在 日本的许多美术馆 仍珍藏着沈全的作品 并且经常展出 雪中游兔图 是沈全的代表作之一 画中 以白粉染出梅花盛开 树干一墨点燃暗面 几只小兔 或遥望梅花 或俯视时青草 生机盎然 茶実性だとか 偉大な 雄大な構図だとか 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っていうのは やはり日本には なかったものだったんですね 実際にそれを 見の前で描く 中国人の画家が来たというので 日本でも一大ブーム 難品ブームが 巻き起こります そして この難品に影響を 受けなかった画家はいない というぐらいな 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和木曦不同的是 沈全的作品在国内 不乏收藏 在他的故乡 德清博物馆 藏有五件 沈全的真迹 沈全的真迹 因为极为珍贵 平日被精心保管的库房 难得一见 沈全的作品 是博物馆解放后 从民间收购的 沈全的作品 双路途 自然界中的动画鸟 是沈全偏好的题材 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 一于理解 又给人强烈印象 不愧是体现了 职业画家的深厚功底 沈全的作品 沈全的作品 注重写实 画风严谨 造型准确 在当时的江南 独树一致 花鸟轴 画面涉色肃静 意境无雅 秋铜宣曹的 画法写意 韵笔流畅 鸟雀画法 工整戏剧 笔法 炉火纯青 在这幅画中 画家将兼工代写的 工笔画法 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是沈全78岁时的作品 显现出晚年的画家 记忆之纯熟高雅 同音猫戏图 为沈全43岁时所作 画中的一对猫 神态各异 一只栖息胡石之上 回眸俯视下方 另一只助力拖地之上 昂首静观上方 画面动静相见 气韵生动 双猫上下呼应 妙去横生 近年来 在家乡新市 沈全也开始受到关注 当地政府出资 一百多万元 翻修了沈全故区 后裔沈美玉女士 多年来一直珍藏着家族祖传的族谱 我认为沈全的最大的意见 就是他在运行 而且就是到日本之后 在日本发展了 日本美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等业 他跟我们中国日本之间的 价值的一座桥梁 这个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 都是希望友好的 沈全旧居 还拒绝了几十位当地的书画爱好者 沈全研究会 是他们自发成立的组织 会长朱金亮 经常和画友 在这里切磋记忆 他呢 就是小小的羽毛 都能够把它瞄出来 尾巴当中的小羽毛 他呢 也画得很稀巧 所以呢 画得像拍的照片一样 就是我老先生的风格 模仿这个沈全的一些画风啊 画一下 对我呢 就是学习了这个老人 这个沈全的一种 他比较公别之争的这一些画风 那么吸引了他的一种 比较公别的这个一些画风 但是呢 我呢 也把我自己 现在自己学的那种 比较现代性的一种画风 也能够在一起来 京都的金阁寺 是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 距今五百多年前 一位崇拜沐溪的历史人物 曾居住在这栋金碧辉煌的楼阁里 他就是幕府将军足利一满 他不惜重金 从中国买进最珍贵的绘画 雕刻 日常用品书籍 并将其横放进了金额寺 这是中国湖南省洞庭湖周边的风景 被称为萧香的这个地方 自古以来就是名胜之地 他的景致给历代文人默克 带来了无尽的创作灵感 描绘这一代八个代表性的景观 萧香八景图 是山水画题材中 经典中的经典 木西画的萧香八景图 当时就收藏在金阁寺里 直到今天 他仍被日本人认为 是代表了水墨画的最高境界 from 珍贵的石炉 这些是带魂之地的 大気和光的表現 これは数ある水墨画中 我认为这种作品是有点不错的 特别是这个《炎鵬基半図》 我认为《小小白血図》一番好き 右から左に強い風吹いていて その風でこの木が弯んでいる 而且在某些白色的墨上, 上方的墨上 有些墨上的墨上 而且船上的帽子 在某些最小限的表現 我看見的空氣感 在幕府将军家的收藏记录中 记录着幕西的肖像八景图 当时的肖像八景图 每幅画上都配有一首诗 每四幅收录为一卷 共为两卷 但是画卷在足利易满将军的命名下 一分为八 描绘了八个景观的图画 后来天各一方 今天能够确认收藏地点的只有四幅 其中渔村西兆图和烟寺晚中图 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 分别收藏于东京的根津美术馆 和田山纪念馆 平沙洛艳图保存在东京的初光美术馆 原谱灰班图收藏在京都国立博物馆 其余四幅或许失传 或许在匿名的收藏家之手隐秘不得见 酷矮木熙作品的足利将军 为什么会把两幅画卷分割成八张呢 日本人将中国水墨画尊为最高艺术 然而对水墨画的鉴赏习惯 则基于日本固有的审美方式和价值观 日本人对艺术品的鉴赏方式 与茶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由于茶道的流行 达官贵人的宅邸都建了茶室 装饰茶室的 是茶文化相应成趣的字画 茶室的主人习惯在茶室 悬挂珍贵的名作 向来宾炫耀仪式身份 为了可以在茶室狭小的空间里展示 有时不得不将长幅画卷剪裁切分 由此一些深受人们钟爱的中国名画 在日本就被改变了原有的风貌 这是元代画僧殷陀罗的三幅作品 描绘的是禅师与俗人之间的对话问答场面 史书对殷陀罗的生平几乎没有记载 然而他的作品善于理作人物表情 极具缠意 笔墨浑然一体 画风奇异 包括这三幅画作在内 因陀罗共有五幅作品 在日本被指定为国宝 至于专家研究发现 这些作品正是为了方便装饰茶室 才有原来的一长幅画卷 截断成为五幅的 墨西的肖乡八景图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而被墨府将军义愤为八的 十五世纪末期 日本进入了各地大明 群雄割据的时代 经过连年征战 将军家收藏多年的珍宝 散落到有实力的大明手中 胜者王侯败之后 墨西的作品也随着群雄争霸的胜负 而几义旗 被分散于日本各地 各自经历了曲折的命运 老子徒从祖礼将军家流失后 落入德川家康手中 之后又屡次转手 已经收藏在 钢山限定美术院 但是 这三幅八个羊途 原是幕府将军家的一套藏品 后来落入最大权贵 芝田信长守住 而后 芝田信长又将其中这幅 赏赐给自己的家臣 旅经辗转四百云年 现今藏遇于东京舞蹈美术馆 而这一幅在枝田信长死后多次易准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落到了MOA美术馆创办者的手中 这一家美术馆所藏的翡翠吉林图 成为日本水墨画当中经久不衰的创作主题 京都的大德寺 每年的十月 这里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公开名画展活动 因为在研究咱们老祖宫发明的 禅宗绘画的时候 我就发现现在传世的 能够看到真迹的 最早的这几位大师的原作 都不在中国大陆 也不在台湾 京都大德寺 这都有记载 当初存在那什么样 现在还在那什么样 就是旧了点 那在日本作为国宝 很少拿出原作的展览 一般你就能看富士金就不错了 我为了寻这个根 我到大德寺 因为每年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所以这一天 各地美术爱好者接踵而至 大家来的主要目标 就是一睹这幅作品的真容 三幅一套的观音圆鹤图 这是沐西最为著名的代表作 那一套画中间是主体观音菩萨 两边是环境 一边是圆 一边是仙鹤 那幅画是中国最古的真正的中堂画 现在我们没有这种画 后来的中堂画是中间一幅画 一般是山水 也有别的 两边一幅对子 基本上就是说宋朝的时候 拿着大德寺去的 我们祖先的这批蝉作绘画 乃至其他的一些礼物 完好的都保存下来 因为它毕竟是白人类的 这幅作品被认为是 沐西水墨画技法的一大结晶 最大看点 首先是圆和鹤的质感 该作品出色地描绘出了 圆身上毛茸茸的质感 鹤身上羽毛的黑白交接处 其微妙地浓淡过度 也显示了作者高超的画迹 然后是观音图 面部风云神态寂寞 头是精细 而衣文则用粗笔淡落 这种简笔画风 成为圆明水墨协议的仙道 これはもう世界中の人が見て すごいと思う画だと思いますよ やっぱり なんだか 例えば カノエンカグズなんてね まあ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モナリザ みたいなものですよ それぐらい世界的に有名になって 叱るべき作品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由于歷史的积淀 墓西的名字遍及日本各地 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收藏品牌 我们来到东京北部的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 巡访一幅 冠有墓西名字的藏品 由于墓西的画 在日本成为了一个品牌 自古以来 一些来自中国的画作 被冠以墓西的名字而收藏至今 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 也有一幅这样的收藏 美术馆的工作人员 野田女士 向我们展示了这幅珍藏的画作 从作品的尺寸大小 一眼可以看出 这是适用于装点日本茶室的绘画 尽管画上既没有署名 也没有落款印 多年来一直传说 它是墓西的作品 因而广为人质 在中国的文化中 作品的文化中 作品的文化中 这幅作品画了七支在芦苇中细细的大艳 这一话题自古以来为众多日本画家所青睐 而这幅画被公认为是其中的上乘之作 这幅画曾被一位当地著名的实业家所收藏 此前的辗转经历则不得而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 这位实业家去世后 连同他的其他收藏品一道 这幅画被家人捐赠给了群马县力进单元书馆 木桂が日本人にとってもブランドみたいになっていて そして木桂風の絵を描いてくれみたいな 注文がされることも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そういう風な中で中国で制作されたものが 日本に輸入される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も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数百年来 许多来自于中国的水墨画 虽然没有署名和落款印 都被口口相传为木析之作 在日本广为名传 说千道万画木析 那么说到底 木析对日本绘画产生的影响不是什么样的吗 聂田女士通过一个展览 向我们做了形象的解释 今回いろいろ作品を集めまして ほとんど一点に一点しか今まで 康野部の作品ってあまり知られて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全体を見ますと やはり木桂の画風に近い水墨の描き方というのを 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が分かります ここで集中展出的是 模仿木析的日本画家的作品 包括江户時期最富盛名的 水墨画大家 授野探幽和两个兄弟的作品 天才画家 授野探幽15歳 就成为木服的御用画師 擅长山水人物花鸟 作品涉及的题材非常康泛 授野探幽 作为整个江户時期 惠物化的奠基人 在日本美術史上 有着巨大的影响 甚至被称为 画坛的德川家康 他也曾認真模仿木析的風格 木析不仅受到 收藏家民的追訪 几百年来 他的存在 也成为推动 日本绘画发展的强大动力 宁波天同寺 这座中国江南的著名寺院 对日本的绘画历史 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幅 日本画家的肖像画 15世纪的日本画家 雪舟等阳 雪舟在中国游学期间 在这里获得了 四名天同山第一座的称号 令他一生都引以为荣 从天同寺出发 他到中国各地游历 用了两年时间 接触并研究中国学末的精神 这是雪舟晚年创作的 《破墨山水图》 在这幅作品的自赞中 他回忆了在中国游历的往事 指出当时的中国画坛 缺少值得他效法的画家 虽然这时已经是明代中期 但雪舟却故意写道 自己到访的是大宋国 因为他深刻认识到 给予日本水墨画影响最大的 宋代画家的功力 是多么扎实深厚 雪舟最尊敬的画家是沐西 他在明代的中国 已难以追寻沐西的画风痕迹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经过历朝历代 我们每次改造幻代 同时也是一个破坏文物的时代 每一次动荡损失很多东西 所以有的古版书 古代里的文化遗迹 我们这没了 在日本还很好的保存 我现在做初恋的统计 我们禅宗老祖宗画的这些画 都是从北宋末年直到 初步再讲到到南宋 当然有人往下推推的元朝 咱现在我说 基本上影响最大的就是宋代 南北宋 90% 书画作品都在日本 墨墨画画の父みたいな存在として 木刑事を強く意識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木刑事というのは もう禅ということを全部 全く取っ払っても 本当に普遍的な価値を持つものだと思います 逆に言えばこの人が禅宗であろうがなかろうが 関係ない むしろ より何て言ったらいいかな 普遍的な美しさを持った リアリズムを基調とした 普遍的な美しさを持った 絵として 捉え的だと思いますね 700多年来 木刑在日本始终被奉为 最受尊敬的中国画家 然而在本国 他却很少得到 后人的认知与重視 今天 我们应该知道 中国画壇 还有一位 值得尊敬的画家 他叫木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